歡迎大家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新一年我想大家都沒有開工 唉,我也是 不過稿子怎麼都要寫,片子怎麼都要出 馬上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吧 新一年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電影 接下來有一套 Lego 電影會上 我想會令不少喜歡 Lego 或之前有看過 Lego 電影的朋友都會留意到它 不過除了電影之外,遊戲一樣有它的份 今次的遊戲 Lego World 就不像之前的 Lego 遊戲 我搞不同的電影 而是一種真真正正的創造遊戲 你可以在遊戲中建造不同的東西 例如風景、建築 總之 Lego 能組成的東西 你都可以在這款遊戲中做到 而且遊戲中,你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冒險 令到你小時候玩 Lego 所有的幻想 可以真真正正的出現在你面前 只是這一點都已經教大家買Game了,對吧? 如果你玩一些戰爭型遊戲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選擇做追擊仇 為什麼呢? 英雄主義! 又有型! 還不用踏馬 不過如果你喜歡玩追擊型的遊戲 我想 Sliper Elite 你怎麼都有玩過 今次 Sliper Elite 到第四集 玩家就會到意大利再次一騎當千 一致 Sliper 到底可以有多厲害? 沒有啊,爆一下頭、爆一下手、爆一下腳 最重要是爆一下彈彈 打中敵人某些位置,還有X光的畫面 有些位置真是看到都覺得痛 遊戲出一下出一下,不覺不覺都到第四集了 如果你不是那些典型的 Sliper 即是你是那些喜歡陰人 又喜歡爽快地殺人的朋友 Sliper Elite 這個系列你絕對可以試一下 早前經常聽到有人說 任天堂是不會玩抽彈的 任天堂是很有良心的 任天堂...blablabla 算了,你不要騙自己 天口話一樣黑,你不課金他們哪有飯吃 任天堂的手機遊戲 Super Mario Run 之前就本著良心 給大家課完一次金玩玩 但似乎大部份的手機遊戲 愛好者都不太高興 作為老牌遊戲公司 當然要消費一下大IP 火紋未來就會在Switch 推出火紋無雙 現在手機版都有一隻新的火紋手機遊戲 玩法就是一個6x6的戰略遊戲 不過手機遊戲的東西...都不用介紹太多了 這遊戲贏就贏了一大多經典的角色和聖幽 那好不好玩這家遊戲... 說回國客吧... 不過今次我也不會罵任天堂 因為他始終都要做了一樣大家玩家很想要的東西 手機遊戲玩家喜歡課金 唉...課死他啦 上星期就有包打叫我介紹3DS的遊戲 那我就要做功課 一打開List 我真的站在這裡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遊戲可以介紹給你 因為要數吸引的遊戲 我覺得最快都要去到3月 等著成年才可以玩Monster Hunter Double Cross 3月就會出 雖然說Mon Hunt好像雜集都差不多 但今集遊戲未出 他已經推出了大量遊戲和動漫Crossover的消息 今次玩家更加可以將他們的外路貓打扮成為Sailer 滿了黑貓露娜 不知道可否成功拉回一班女性玩家呢? 不過今次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全新的練金狩獵風格 讓玩家有一個全新的方式去狩獵 透過新的Item 卡馬練金筒 你可以練出不同的練金道具 好像有提高耐力上限的練金飾物 磨刀石、活力劑、耳塞、甚至是火箭炮 不過說真的 玩Mon Hunt 遊戲性內容我個人 又覺得比較其次 最重要是可以跟整班朋友一起打遊戲 嘻嘻嘻嘻玩 就算有時只是打的圖武獸 只要可以跟自己最友善的朋友一起打 我覺得都蠻足夠的 如果你覺得Mon Hunt 又要打裝又要成 太煩太Heavy的話 我也有款輕鬆少少的遊戲介紹給你 Mario Sports Super 1 裡面有五款不同的運動 可以讓你和你的朋友一起玩 可以踢球、打哥爾夫球、騎馬、網球和打棒球 當然你不要當它是真正好運動的遊戲 少少絕招、特殊技當然少得 不過它除了平時的多人模式和單人模式外 今次還有一個Tournament 模式 讓你和另外七個玩家又或者網上高手進行晉級賽 如果你想玩一些運動遊戲 又覺得平時的Fever、NBA 2K不夠輕鬆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這款遊戲 今集遊戲情報科快到這裏 下集再跟大家講一下不同的遊戲新聞 我是希治閣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Like和Shar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